无聊的兄弟俩想要出门玩耍 然而个子矮小的他们显然无法打开这扇逆时的大门 默契的二人眼神交流后 一场越狱行动就此展开 哥哥 我来做你的踮脚石 快上来 这就是所谓的身高不够 机智来凑吧 对于许多男人来说 妻子在化妆品上的购买力 常常使他们的荷包倍感压力 所以成家的男人都应该有一套 自己的省钱办法 老公你看 你干嘛呢 我说我怎么用了一件办的化妆室还没用完 你第一次忘了你就忘了 我如此完美的勤俭持家计划 终究是满不住了呀 我说我怎么用了一件办的化妆室还没用完 玩游戏时最简单粗暴的通关方式便是充值了 其实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扳手腕 充50够吗 还不够啊 再加100 还不够啊 这些总够了吧 这次我认输 下次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和隋友一起吃饭时 隋友总是吃着碗里的 还要看着别人碗里的 面对吃罢的这种无耻行径 也不是束手无策的 比如这位哥们 天不快给真放下了 这个蛋也给您 不用动手 一个凌厉的眼神就能退敌 可以说是非常有震慑力了 然而更霸气的还要数下面这位 你强我的蛋 不要跟我说这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 好一招先下手为强 让对方根本无从下手 完美